台湾唐燕公司 台湾唐燕公司 现在在各农场正在推行的所谓三化运动 这就是包括集团化 专业化和机械化 现在我们看见的是在这个 大型的农场里面所操作的一个 一影机 它是正在爬地 爬完地之后 就用另外一种机械化的设备 来进行重责的作业 这一台 机车头上是白颜色的 是重责机 我们可以看见 坐在车后面的两位女工 她们正在把成段的甘蔗 把它向下面摔下去 然后这一杆一杆的甘蔗 折苗就被切成一段一段的 扑在地下 这种机械化的作业 不但是台湾自己本身农场采用 同时也为他们附近的折农 来进行一种带根的制度 我们可以看见这一片大农场里面 过去传统性的田间的小路 铅磨都已经被 被撤毁掉了 现在这是一片 很完整的一片大农场 现在我们想在这里先访问一下 在这里的一位折农肖先生 先生请问 我们知道这个台湾公司的机械化作业 除了它本身农场之外 也为折农代工 那么这种代工制度 在折农本身的感觉怎么样 反正很好 解决了些什么问题呢 就是省钱省供 又赶得来农场 当然这个成本 奖低之后 这个建农出来的利益也很多 我们知道这种基业化 除了这个种甘蔗之外 其他的在一般农村也可以作为参考 那么现在在农村里面所遭遇的问题是什么 现在这个农村呢 现在大家都很了解这个机械化的好吃 是的 现在是不是解决农村现在人力不足 是的 因为这个工厂多了 这个农村的劳力一天比一天少 所以对这个机械化的这个厨师啊 我们农民是很欢迎的 解决这个劳工的减少 那么在这个技术方面 和在材料方面 是不是也有改进呢 有 有很多改进 比如现在做这个蛙 种种的这个排阪啊 似乎这个台湾的农村的环境的这个集结啊 嗯 研究的很多 很似乎现在农村的需要 那么您认为像这种代工 代耕制度好呢 还是农村 农民自己 呃 花钱买这种 冰云机 和这个 和其他的机械好 我想暂时是 还是由这个排耕嘛 来代耕 因为这个负担太重 经济上嘛 负担就不难 对 我愿意赞成这个姿劳 对 好那谢谢你卓人 谢谢